107. 東方日報 火車出軌聯合航空坐地起 2015年7月26日國際A28今年5月 美國第一列美鐵胎梯列車載費城超速出軌 讓城8死以百傷 部分火車路線因此停頓掃天 聯合航空、達美航空、美國航空、 西南航空和捷南航空等當地五大航空公司 涉嫌趁此機會坐地起的大發災難財 美國運輸部前日宣布調查事件 並已去信該五家公司要求提供資料 美鐵火車出軌導致來往華盛頓及紐約的火車服務停頓 資料圖片 火車出軌以外發生於5月12日 事後來往首都華盛頓及紐約的火車服務停頓月5日 不少民眾稅改坐飛機 但有美國傳媒報導指 這時期來往兩地的來回機票價格 竟飆升至正常價格的5倍 有大約200美元 激增至約1,000美元 約7,800港元 在平時 就算最後一刻才買一張來回華盛頓及紐約的機票 價格也只是約4,600多港元 美當局去迅速交資料民主黨參議員 麥菲Triss Murphy早前要求聯邦政府調查航空公司坐地起架事件 他更清爭接報指 一張由紐約拉瓜迪亞機場飛往華盛頓的單程機票 於美鐵士顧後數日竟然索價高達2,300美元 約18,000港元 麥菲表示 若航空公司為了重受影響乘客身上謀利而坐地起架 這時不能接受的事 運輸部長福克斯表示 已就涉嫌台價一時向上述5間航空公司發信 要求他們提交4月28日至5月27日的機票價格及乘客資料 以調查有否違反聯邦法例 五公司軍表示已收到來信 其中美國航空及達美航空都強調沒有於意外後加價 有信心最終會證明公司是清白 聯合航空、西南航空和捷南航空則稱會配合當局調查 福克斯並指 美國司法部本月初宣布對聯合航空、美國航空、西南航空進行反壟斷調查 以瞭解他們有否合謀定價 與今次的4處我們起架調查不同 本部綜合報道